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一讲 我准备给大家分享一下托斯托耶夫斯基的宗教大法官 这部预言出自于他的最经典的著作《卡拉马祖夫兄弟》 《卡拉马祖夫兄弟》是我读过的最震撼灵魂的小说 这部著作于17879到1880年在俄罗斯信史的杂志连载了将近两年 1881年出版了第一个单行本 童年不到60岁的托斯托耶夫斯基去世 那么这部小说的主题用小说里面的主人公的一段自白可以点名 这段自白是美这个东西不但可怕而且神秘 围绕这件事儿上帝与魔鬼在那里搏斗战场便在人们的心中 托斯托耶夫斯基为上帝是否存在 以及恶的问题困扰了一生 善恶不仅关乎今生今世 而且还关乎永恒 这也恰好是我们的思想实验课后面即将所集中关注的主题 那么作为最后一节课 我今天想给大家分享的是这部小说当中的一个著名的预言 以此作为我们的思想实验课系列的一个开放性的结尾 引发大家更深入更长远的思索 这个名为宗教大法官的预言出现在小说的第五卷第五章 是一部完全独立的篇章 并且完全可以视作是托斯的卡纳马佐夫兄弟 以及所有作品的核心 他是托斯托耶夫斯基哲学的真正伟大秘密所在 反映了他最理性最惊人的宗教思考 那么这段预言独立成篇 托斯托耶夫斯基也在不同的场合 专门向人朗诵过整部预言的全部内容 所以今天我也愿意把这些预言 我给他做了一些简念化的修改 分享给大家 最后做一点点评论 这个故事的背景是16世纪的西班牙 正值宗教裁判所圣骁成上的时期 自从耶稣在一世纪被钉死十字架 又复活升天以后 人类都在深情的等待他的再度的降临 但是时间久了 人们开始怀疑那些奇迹的真实性 有一天 耶稣想去看看民众了 他又到了西班牙的塞尔维亚 宗教裁判所的大本营 在那里每天都有火堆去高扬上帝的荣光 而熊熊燃烧 耶稣仍然以凡人的面貌在人们中间行走 他走到发烫的广场 在这个广场上 昨天刚好在国王、朝城、骑士、红衣主教、贵妇人、百姓的面前 主持过一次烧死了近百名异端的仪式 民众们很快就认出了耶稣 于是以事不可阻挡之事 向他勇气把他围住 他慈祥微笑充满从情 爱、智慧、光明和力量 从他眼中流出洒向群众 他为他们祝福 只要接触到他的人都得到医治 他还救活了死去的姑娘 孩子们扔鲜花为他开道 并唱歌欢呼 人情中充满了激动的喧嚣和好苦 这时候 宗教法庭的庭长红衣大主教出现了 他年近九十 身材高大 双目炯炯有神 他从眼处冷冷的观察 一脸阴影 随后他掩路凶光 命令卫兵把那人拿下 在阴森的监牢里 这位老主教和耶稣开始对话 主教说 你不用再说什么 我都知道 你为什么要来妨碍我们 我明天就要做出裁判 把你作为最邪恶的义丹 在火刑处上烧死 今天闻你脚的那些民众 只要我一挥手 明天就会争先恐后的往你的火堆上添彩 囚徒一言不发 主教继续说 你没有权利再向我们透露那个世界的秘密 不论你带来什么新的信息 都想侵犯人的信仰自由 因为这些信息都将被视为奇迹 我们曾经为自由付出过昂贵的代价 但我们终于彻底牢靠的解决了这件事 是以你的名义 如今这些人比任何时候都相信他们有充分的自由 其实是他们自己把他们的自由乖乖地放到了我们的脚边 直到如今才第一回有可能设下人们的幸福 人是天造地色的反叛者 反叛者怎么可能有幸福 幸好在你离去的事情时候把事情移交给了我们 你做出了承诺 赋予了我们这些教会的人 以束缚和解脱的权力 你现在休想再把权力从我们手里夺走 你说过 人不能单靠面包活着 但你可知道 就为了地上这点面包 地上的精灵将起而反对你 打败你 那时候所有的人都将跟着他跑 你可知道 再过几个世纪 人类将通过贤者和贤者的口 宣称没有罪恶 也没有罪过 只有饥饿的人 他们将集起 一食足然后知荣辱的旗帜反对你 而我们只能撒谎说 要以你的名义管饭 没有我们 他们永远吃不饱 绝对吃不饱 只要他们是自由的 就没有办法吃饱 他们宁可让我们独意 认识到每个人都有充分的自由 而又有管够的地上的面包 这是不可想象的 也许天国有面包 但在永远不上进 永远不感恩的 这些孱弱人种眼中 那种面包又怎能和地上的面包相比 愿意为了天国的面包 跟你走的人太少 大多数人舍不得地上的面包 难道其余的那些多如海沙的多数 就活该倒霉 为伪人和强者做陪衬 他们将对我们叹忽不已 把我们视为上帝 因为他们觉得做自由人实在太可怕 而我们是听力于你的 是以你的名义统治他们的 你拒绝了地上面包的旗帜 而为了自由和天上的面包 可是你非但没有掌握人们的自由 反而扩大了他们的自由 你忘了对了人来说 安宁甚至死亡 比在认识善与恶方面的自由抉择更可贵 最能吸引人的莫过于让他的良心得到自由 但是最能折磨人的也莫过于此 你没有提供坚实的基础 让人的良心彻底得到安宁 你以自由的苦楚 角得人的心灵亡国 永远得不到安宁 你指望得到人们自由的爱 要人们被你吸引以后自由地跟着你走 人们今后必须运用自由自行的判断善恶 你的形象仅仅给他们指引方向 然而 如果人们受到选择自由的压迫 不堪忍受自由的可怕的重负 他们最终也会抛弃你的形象 甚至会质疑你的形象和真理 他们最终会高呼你不代表真理 因为你给他们留下了这么多烦心的事 和解决不了的难题 使他们陷入了更大的惶恐和痛苦当中 所以 是你自己为毁坏自己的王国挖了墙角 在这件事上你厌不得任何人 世界上只有三种力量能征服人的良心 为他们造福 奇迹 秘密和权威 人的本性岂会拒绝奇迹 在最根本的生死抉择的可怕时刻 岂会仅仅听从心的自由裁决 你不知道 人一旦否定了奇迹 也就否定了上帝 人的寻求 人寻求的与其说是上帝 物灵说是奇迹 人不能没有奇迹啊 于是他们给自己创造各种奇迹 和邪门法术 而你仍然不愿意通过奇迹来意识他人 你苦苦追求的是自由信仰 而不是奇迹信仰 你渴望自由的爱 而不是奴隶面对权威的缠媒狂喜 可是你把人估计得太高了 因为他们无疑是奴隶 虽然是作为反叛者而被创造出来的 15个世纪过去了 你瞧瞧他们 哪一个提高到了你期待的位置 人们比你原先想得更弱更矮了 你这样尊重他们 却显得不再是同情他们 因为你对他们的要求太高了 减少一点对他们的尊重吧 降低一点对他们的要求吧 这样会更接近于爱 因为他们的负担就不那么重了 尽管他们是反叛者 却只是些软弱无力 不能坚持的反叛者 忐忑 惶恐和不幸 这就是你为人们的自由 历经磨难之后 他们如今的命运 为自由付出的人太少太少 其余的弱者受不了强者所受的苦 他们何罪之有啊 脆恶的灵魂容不下这可怕的顶腹 又何罪之有啊 难道你只为选中的人而来 这是秘密我们明白不了 但我们也有权利先讲我们的秘密 教导他们说 重要的不是自由判断 不是爱 而是盲目的服从 甚至唯心服从的秘密 你的作为被建立在奇迹 秘密和权威之上 人们大为高兴 我这样教这样做 不很正确吗 我们年龄的认识到人类的脆弱 怀着爱心减轻他们的负担 容许他们缠入天性下的有些罪过 难道我们不爱人类 现在你为何来妨碍我们 你干嘛用一双温顺的眼睛默默地 深沉地瞧着我 你发怒吧 我不想要你的爱 因为我自己并不爱你 我们不跟你一起干 我们跟他一起干 这就是我们的秘密 我一定能达到目的 成为凯撒 那时候我们在考虑全世界人们的幸福 谁掌握了人们的良心和面包 就由谁来统治他们 我们接受了凯撒的剑 自然就拒绝跟你走了 我们能使得他们相信 只有当他们放弃自由 把他交给我们 服从我们的时候 他们才能够成为自由的人 他们会确信我们是正确的 而你的自由 则把他们逼到了被奴役和惶恐的状态 另一些绝傲不幸的人会相信毁灭 而第三种惨弱可怜的人 将爬到我们的脚边 其实秘密只是 他们得到了我们给予的面包 我们从他们那里 把他们亲手蒸来的面包分给他们 什么奇迹也没有 彻底的服从意味着什么 他们体会实在太深太深了 人们一天不懂得这个道理 便一天得不到幸福 我们会向他们证明 他们只是可怜的孩子 不过孩子的幸福是甜蜜的 他们齐心吊胆 生怕我们发怒 我们会让他们干活 但是劳作之余 我们会把他们安排得和儿童游戏差不多 我们容许他们犯些罪过 我们会把他们当作上帝面前替他们 他们会把我们当作在上帝面前替他们担罪的恩人而进入神明 他们没有任何瞒得过我们的秘密 你只拯救了少数人 而我们拯救了大多数 这些就是宗教大法官的话 宗教大法官说完以后 看囚徒如何回答 囚徒平静地听着 眼睛注视着他 显然不想反驳什么 囚徒的沉默使他难堪 老人希望对方哪怕说些刺耳可怕的话也行 但是囚徒忽然默默地走到老人的跟前 在他没有血色的嘴唇 轻轻地吻了一下 这就是全部的答案 老人打了寒战 他把门打开 对囚徒说 你走吧 再也不要来了 永永远远 囚徒向着黑灯瞎火的广场走去 那个吻虽然注入老人心中一股暖流 但却没有改变老人的思想 好 以上就是宗教大法官的故事 其实我想不需要我做任何的一个解读 大家已经能够明白这个故事 所包含的深刻的思想的意义 这个故事的母题来自耶稣在旷野 所受到的撒旦的三个试探 我们知道耶稣在出道之前在旷野受试探 在旷野静默40天 结果撒旦来试探他 撒旦问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你已经饿了 能不能把这些石头变成面包 耶稣说 我们不要面包 我们要单单要的是上帝口中的话 于是撒旦又问出第二个问题 说如果你觉得你是上帝的儿子 那么请你从山上跳下去 因为上帝会救你 你如果相信他的话 耶稣说 我们不要用奇迹去试探上帝 接下来撒旦抛出了第三个问题 就是你给我下跪吧 我让你成为世界的王 享受一切的荣华富贵 耶稣说 撒旦离去吧 我们只能单单的敬拜神 其实这三个 撒旦的三个试探 被托斯托耶夫斯基视为是 人类历史上最永恒最深刻的问题 最严肃的问题 那么从宗教大法官所说的 所谓的奇迹信仰和秘密 就分别对应着这三大问题 从宗教大法官的质问当中 我们首先读出来的是 当一个人试图成为救赎者和上帝 他也就能为了魔鬼 宗教大法官是这样的 那些以科学名义 以平等名义 以正义名义 以繁荣名义 而试图建立起地上乌托邦的人 也是如此 用小说当中的主角阿南阿辽莎的说法 宗教大法官目无上帝 这就是全部的秘密 尤其是恶的秘密 在基督教的认识中 人类是高贵的 但是被宗教大法官降低为动物性的盲目群体 那么宗教大法官 其实他在对人类的爱的外表之下 其实是充满了对人类的藐视 另一方面 这个宗教大法官洞察人心 在他看来 人们要么拱手交出自己的自由 要么滥用自己的自由 这就是人类有了自由的后果 在托斯托耶夫世纪看来 第一种情形拱手交出自由 就是由中世纪的天主教一手导演的 中世纪的天主教 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所启示的真理 而接受了魔鬼的诱惑 依靠奇迹秘密和权威来进行统治 而后遇种景象 滥用自己的自由 从修巴别塔的时候就开始了 最后到了反宗教运动 成为了巨大的成果 当代的宗教大法官 就是我们这些启蒙知识分子 他们不再像苏格拉底那样 被站在了被告席上 而成为了人类的理性的法庭 成为了立法者与监护者 在宗教大法官的议言当中 恶以无可比拟的伟大的力量 被表现了出来 就像托斯托耶夫斯基所说 不管美的世界有多么吸引人 还有某种比它更吸引人的东西 这就是人的心灵的堕落 生活的奇怪的不和谐 这种不和谐深刻的淹没在 生活中为数不多的和谐的音符当中 相比而言 我们上次所讲的 平克对人类未来的乐观的预测 认为人类的邪恶和痛苦会减少的叙事 在我看来不过是认为不需要上帝 就可以减少恶的一个庸实的版本 平克所使用的那些统计数字 就犹如大法官眼中的面包 也犹如大法官所谓的照顾多数盲从者的 那种虚假的同情 他们都被用来取代了自由的风险和意义 他们认为这种风险本身所带来的痛苦就是恶的 而并没有表明痛苦本身不仅仅是诅咒 而且是打开神圣的大门 在这则一言当中 耶稣其实有完全的能力阻止宗教大法官的行径 但是耶稣也陷入了一点难堪 他知道如果他一旦干预 就等于陷入了宗教大法官的陷阱 也就是他动用了奇迹秘密和权威 消除了人类最宝贵的自由 但是耶稣如果不干预 难道不也是任由大法官们横行于是遏制自由 以面包的名誉使人们成为了奴隶 耶稣知道他改变不了大法官的思想 但是他必须为人类留下自由的活动和自由的可能 耶稣的最后的举动是亲吻了大法官 这一吻戳住了大法官的软肋 老人打了一个寒战 但是很快大法官冷静下来 他希望耶稣永远不要再回来 可是他不明白 耶稣一直没有离开 面包也从来不是一切 正如小说当中的左西马长老所说 对于真诚悔过的人来说 世界上没有也不可能有哪一种罪过 是上帝不能加以宽恕的 再说一个人也不可能犯那么大的罪过 大德能耗尽上帝无比博大的爱 这是宗教大法官他无法理解的 我想宗教大法官表面上是正义的化身 但是正义一不小心就成为了魔鬼 拖往乌托邦的道路上 往往是由地狱的鲜花所铺就的 所以说恶并不是外在于 人类的某种东西 并不是通过外在的方式 就可以消解的东西 它是人类内生的一个东西 但是同时也只能通过人的一种自由的实施 得到消解或者得到一种善变和转换 在这门思想实验课的最后一讲 我给大家讲述了宗教大法官的故事 其实是为了让大家拖展我们的理性的事业 在前面的很多讲的内容 我们都是在老老实实的进行理性的思维的训练 尤其是一种逻辑的理性和技术层面的推演和论证 我们认为这样的一种论证和思辨 这样的一种批判性思维 是我们中国人所非常欠缺的 我们需要扎扎实实的进行这样的训练 但是光有这样的逻辑和技术的层面是不够的 更深层次的批判是要进入思辨和反思的层次 要直达生命的内核 那就是对前提的批判 对人性本身的批判 是一种反共自信的一种能力 而这就是需要我们拖宽理性的事业 用理睬的话说 我们不能用知识贬低了生命 而是要用思想来提升我们的生命 这就是整个思想实验课的内容 所以说宗教大法官的故事 让我们有更开放的一种思考 我相信也会引起很多的争论 大家可能会认为 这怎么不像用纯粹的那种逻辑理性 能够得出答案的故事 但是就像我们在第一讲所说的一样 我们的思想实验课的目标 并不是要提供答案 重要的是这样的一种思辨的过程 在思辨的过程当中 来证明人类的思想和观念的力量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在生活实践当中 自己成为思想实验 创造自己的思想实验 解释和评价自己的思想实验 让人真正成为一个理性的人 自由和独立思考的人 好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